海豚的生物 我如果是個海豚生物 我想我應該是海豚 因為如果大家不知道 我其實是演過一個叫做海豚訓練師的 然後我有一個證書的 因為我演那個角色呢 因為那時候也沒有別的戲演 我每天就跟海豚混 玩 訓練牠們 知道一個訓練師該做的事情 真的很喜歡海豚 很可愛的 牠們像是大概有五歲還是 五歲小孩的智商 然後牠們也有幽默感 這是對動物來講是很難得的 所以海豚很可愛的 如果我是海豚的話 就好了 因為牠是算是 我記得牠是水裡面游最快的一個動物 哺乳類動物 那如果你在水裡可以游很快的話 就很好啦 我覺得這個蠻好 而且牠不用 牠用音波嘛 所以假如我今天要去哪裡 跟人家聊天或是什麼 就有那個 這個叫什麼 音波去可以溝通 那也蠻好 就不用打電話 打電話電磁波也上聲音 今年其實我現在正在 除了去年拍的破風 今年會跟大家見面 希望大家很喜歡這電影 因為暑假看一個熱血的單車電影 我覺得很過癮 那也因為拍戲我認識了單車的選手的朋友 還有愛騎車的一群愛好者 那我覺得這個是讓我很喜歡的一個工作 那未來呢不一定是有任何運動或是有挑戰的 不一定在這個體能上面吧 只是說因為每次碰到的戲不一樣 像今年現在正在拍的就是 陳沐盛導演的 維成堅霸 那跟劉青雲大哥 跟古天樂大哥演戲 還有我的 洪家班的師傅洪金堡大哥 那我覺得這些都是 很具有挑戰的東西 我之前在香港其實基本上很多比較 高度還有安全的地方訓練兩個多月了 所以很多山我都登頂了 所以基本上香港不管是場地賽還是公路的地方 我都騎過了 我記得我騎單車是三歲吧 四歲 但我有一個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小時候買了一台單車 粉紅色的那時候很炫 還有剛有變數 結果就媽幫我買了生日禮物就被偷了 我就很難過 從此之後我就再也沒有要求我要小踏車 也沒有再騎單車了 直到去年拍破風我開始騎單車了 所以這些都是明明之中注定的 當然是安全的裝備啊 還有BioThem的保養的東西啊 防曬保濕啊 這些一定要帶 然後再來就是安全帽 那個 晶片 Goggles 然後單車服 這些都很重要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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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